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人物节目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市政厅活动中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外地遇到了医疗紧急情况 活动被迫缩短,而他的幽默反应却成为了焦点 同时,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也在他的集会中猛烈抨击特朗普 将他描绘为越来越不稳定和失控 并透过播放特朗普的言论来强调他对民主的威胁 这场激烈的政治交锋不仅引发了对安全的讨论 还让我们看到了两位候选人在选举期间的对立与策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宾夕法尼亚州,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市政厅活动 于周一晚上在炎热的费城博览中心内发生了一系列意外插曲 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场活动本应是特朗普与选民直接交流的契机 但两次突如其来的医疗紧急情况 让原本计划整洁的活动变得混乱 在活动开始约30分钟后 一名观众因健康问题被抬上担架 这让现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这时,特朗普显示出他一贯的幽默与应变能力 要求播放圣母送来安抚人心 同时让医护人员可以专心处理突发状况 这一举动不仅缓解了现场的紧张 也展示了他的领导风范 然而,没过多久 第二次医疗紧急情况再次发生 这时特朗普试图开门通风 但由于安全原因未能如愿 他与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 对于房间内的高温表示关切 特朗普打趣地说 我希望我们能打开那些门 因为如果有人从那里进来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 他还调侃道 我个人喜欢这样 我们可以减肥 不是你们 而是我们可以减掉四五磅 随着第二名观众被抬出博览中心 特朗普再次以幽默化解尴尬 还有谁想晕倒 这句话引来了现场的笑声 稍微缓和了紧张的气氛 看到情况无法好转 特朗普决定不再回答问题 而是建议将活动变成一场阴乐节 让我们不再问问题了 让我们听音乐吧 谁会想听问题呢 这不是很美妙吗 圣母送的旋律再次响起 让原本焦虑的气氛 转变为一场即兴的音乐会 特朗普在舞台上与观众互动 试图将焦点从医疗紧急情况 转移到愉悦的音乐和娱乐上 这尝试正听活动 虽然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 却让人们得以在政治活动中 看到另一种风趣的表达方式 然而 特朗普的这次活动 并非唯一受到关注的政治事件 宾夕法尼亚州同时 也是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猛烈抨击特朗普的舞台 哈里斯在伊利市集会上 播放了特朗普的片段 这些片段显示 他将对手称为内部敌人 哈里斯批评这表明特朗普 越来越不稳定和失控 经过这么多年 我们知道唐纳德特朗普是谁 他是一个不择手段追求权力的人 哈里斯在他的演讲中 凶猛地指出 他播放了一段30秒的剪辑 显示特朗普抱怨内部敌人 并暗示应该将他们监禁 或以暴力手段处理 这些强烈的言辞不仅是对特朗普支持者的警告 也是在呼吁中间派和独立选民的支持 哈里斯巧妙地利用这些片段 为他的集会增加了一个新元素 之前他曾引用特朗普的言论 但这是他首次在现场播放视频 让支持者轻而听到特朗普的讲话内容 他强调 他在寻求不受约束的权利 这就是他所追求的 这一策略与特朗普的集会策略不无相似之处 特朗普在最近的集会中场展示哈里斯 及其他对手的片段 嘲讽他们的失误和政策 这些片段经常引发观众的嘲讽和嘶吼 两位候选人在这场竞选中 不断提高对对手的攻击力度 显示出即将到来的选举 所面临的巨大利益与风险 哈里斯在宾系法尼亚州的讲话中 号召选民 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知道 这一切的利害关系 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热爱 我们的国家 他的这番话激励了在场的支持者 让他们感受到团结的力量 和对未来的希望 在这个全力以赴的竞选季节 特朗普和哈里斯 都在不断地吸引着选民的注意 他们的每一次露面 都可能成为改变选情的关键时刻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这场竞争也将越发激烈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特朗普在市政厅活动中 展示出了出色的应变能力和幽默感 尽管面临突发的医疗紧急情况 他成功地将气氛转为轻松 甚至开玩笑 以缓解紧张 这显示了他作为领导者的魅力 和能够在压力下保持冷静的能力 事实上 这种能力在政治领导中不可或缺 因为政治领袖经常需要在 瞬息万变的情况下 做出敏捷的反应 但问题是 这样的幽默是否总是合适 当观众出现医疗紧急情况时 调侃和开玩笑可能会被视为 对当事人的不尊重 特朗普的反应也许能缓解 现场的紧张气氛 但是否忽略了事件的严重性 这样的行为可能会被误解 未缺乏同情心 尤其是在涉及人的健康和安全的情况下 不过 特朗普的做法 确实让紧张的气氛得到了缓解 而这对于一场有医疗紧急情况 发生的大型活动来说 至关重要 历史上不少领导者正是因为 能够在危机中展现幽默和冷静 而赢得支持者的心 比如丘吉尔在二战期间 他的幽默为英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勇气 然而 我们不能忘记领导力不仅仅是幽默感和应变能力 还包括对事件的准备和应急能力 此次事件也反映出大型集会中 在医疗安排上的不足 利益相关者应该考虑如何在未来的活动中加强医疗应急措施 确保所有参加者的安全 这才是对群众的真正负责 也是领导者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 确实 加强医疗应急措施是必要的 但这并不排斥领导者在突发情况下展现的幽默感和快速反应 特朗普的处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让事情变得更加轻松可控 领导者的角色之一就是在不可预见情况中确保秩序和稳定 这正是他在市政厅上所达成的效果 然而领导者的责任并不仅限于当下的危机应对 更需要有长远的规划和准备 以避免这类事件再次发生 哈里斯在他的集会中反复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对于潜在的内外部威胁 他呼吁增强监控和准备 无论是面对医疗紧急情况还是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只有通过规范和计划才能真正保护公众的安全和利益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